大家好,我是東英走的喬和鮑勃 關西地方稱作禁忌地方由二府五線所構成 大約有兩千三百萬人 人口的密度比台灣還要高 能夠拜訪的景點跟享受的美食絕對不輸東京 進度的金閣寺、川闖料理、大阪的新齋橋、章魚燒 神戶的海港風情、高級牛排、奈良的大佛 紀錄跟燕根的國寶城堡 這麼多的景點要怎麼安排行程 那本支影片包括就用一日遊的方式 介紹關西地方的不同玩法吧 OK,啊,好,好,好 早起享受市場鮮魚壽司 下午逛爆大阪的商業區域 今天是一個要把錢包榨乾的一天 一大早8點左右就來拜訪中央現賣市場本場 這裡跟東京的豐州市場很像 也是有在做魚類的販賣 也就代表這裡可以吃到很新鮮好吃的壽司囉 我們拜訪家的Ando就直接位在市場建築的左邊 所以不會很難找 Ando開業已經將近100個年頭 我們點得5罐的壽司 使用了市場的新鮮魚貨 壽司飯富含礦物質且健康的貝錢米製作 一早就能夠吃到這麼好吃的早餐 應該可以讓我們的精神抖擞玩一整天 吃完早餐我們就在市場附近的中之島一帶 消化散步一下 這裡位於唐島川跟土佐枯川中間 東西長約3公里左右 是一個可以享受合景的美麗公園 天氣好的時候在這裡散步心情會很好 離開中之島大概9點半 我們從阿波座搭乘千日前線 到南坡遮戰 轉南海北線 到駐籍大社 大概25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 駐籍大社大概有2000年的歷史 也是全國2300間駐籍神社的總本社 是大阪最有名的神社之一 每年的新年拜年 可以吸引約200多萬人次 據2019年塔比麥克的估計 是全國參拜人數最多的前10名 境內有祈求不同好運的神社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參拜 可以參觀日本古堡本店 總共有4棟建築 傳承了5世紀左右 古老神社建築的樣式 駐籍造 現在時間大概11點半 我們搭乘南海本線 回到南坡站來吃中餐 由於下午可能會吃很多東西 中午就不要吃太飽 我們來吃吃看大阪有名的小吃 章魚燒 たこやき道樂わなか 應該是大阪最有名的冰店之一 千日前本店曾經連續三年 被米奇形紫蘭推薦 大家可以選擇各種不同的口味 比方說不同的醬料 或是加上鮮貝的都不賴 好吃的秘訣就是特製的醬汁 導樂率良好的銅板 以及技巧高超的烤章魚燒職人的功力 吃完章魚燒 我們下午主要的行程就是逛新災橋 道頓窟 黑門市場這一帶 這幾個地方都不是很遠 直接用走了就可以了 黑門市場可以說是大阪的廚房 名稱來源自附近圓民寺黑色山門 大家就用索性把這裡叫做黑門市場了 這裡長580公尺 總共150家店 除了海鮮以外還有水果、甜點等等的美食 大家可以直接現買現吃 新災橋是一個超級適合購物的區域 從江戶時代就是一個繁榮的商圈 在1622年曾經是一座長35公尺的陸橋 在1964年被移植 簡單來說從榮橋 就是霓虹燈很有名的這一區 一路到新災橋車站這一區 分成8個區域 也就上很多百貨公司 搖裝店 品牌極限店等等的商家 但新災橋商店界以外 其實也是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 不用把自己侷限在這一個商店街裡面 比方說一旁玉堂金也是有超多百貨公司 可以讓你逛到爆 稻頓庫斯大阪的一個運河 最初由戰國時期商人安錦稻頓所開鑿 至今已經有超過400年的歷史了 雖然江戶時代的感覺可能已經沒了 取得帶置的是閃亮的霓虹燈 跟碩大的飲食店招牌 雖然不在這裡吃東西 也要跟世界有名的固麗果招牌照張相 如果有點腿痠的話 包伯介紹一家大阪的甜點百名店 距離行在橋商店街很近 Mickey Fruit Cafe 特色就有好吃的水果 有一支高級的香蕉 做成水果三明治跟聖代都超讚 我們吃完甜點後 如果沒有特別要繼續逛街的話 可以從有茨巴西上車 搭乘有茨巴西線到本町後 轉中央線到大阪港 這裡最有名的景點是世界最大水族館 大阪海遊館 或是天堡山摩天輪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選擇搭摩天輪 這個摩天輪直徑100公尺 搭乘一趟大概15分鐘就可以完成 當然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海遊館跟摩天輪一起拜訪 海遊館晚上7點才關門喔 從大阪港經過本町轉玉堂金線 我們回到市區梅田 我們在這個美食基站區用個晚餐吧 來大阪怎麼能夠錯過大阪燒呢 我們就來吃Yamamoto的大阪燒 家店的特色就是在大阪燒上 加了很多蔥的Negi Yaki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點海鮮、豬肉、牛肉等等的版本 大孔淋醬,配上蔥花跟肉 雖然重口味,但真的有夠爽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在這邊結束囉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